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我是黃帝 我的影片讓你永遠看不膩 那皇帝呢 今天總算要來拍小情貓的影片 很多人都私訊皇帝有時候想看我拍貓咪的影片 都說我很久沒有拍了 等一下等一下 告白 那隻貓想要把我的腳架弄到 那皇帝不是不拍 是我想不到有關貓咪的題材 那如果各位今天看到這支影片之後 可以在底下留言區告訴皇帝我說 你們希望我拍哪一些貓咪的題材 如果我覺得允許我辦得到 我就會去拍好不好 但是目前我就是靈感枯竭 我想不到貓咪還有什麼能拍 對不對 所以各位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idea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前幾天皇帝有去依然的時候 就有看到有人拿牽繩在牽貓咪散步 皇帝我就心裡想說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買一條牽繩 來牽小青貓散步 那感覺就超級溫馨 所以皇帝我就上網去買了一條貓咪的牽繩 女朋友幫我丟過來 我沒有女朋友 可憐啊 都幾歲了還沒有女朋友 按個讚讓他開心一下 我自己去哪 OK 那這個就是我上網買的貓咪千繩 我拿給我媽看的時候 因為我媽是比較怕動物 她會怕貓咪 怕狗啊之類的 我拿給我媽看 我媽竟然就跟我講說 你買這個千繩的品味 怎麼跟你買衣服一樣差 我瞬間心情大受打擊 這千繩 你們覺得這千繩有很醜嗎 還不錯看吧 對不對 我是覺得說 蠻適合小青貓我才買的啊 我的品味又很差嗎 來 底下留言 這個千繩呢 花了我兩百多塊 我覺得 小青貓應該會非常喜歡這個千繩 那這個千繩 這邊比較小 還有兩個圈圈 各位有看到嗎 兩個圈圈 那一個比較小的地方 應該是套住他脖子的 那這邊應該就是套住他胸口 OK那我們話不多說 既然買了這個 我們就必須讓他有效果 我希望小青穿上去是好看的 而且是真的可以使用 我是覺得他應該會不太適應 不太習慣 但是我們就先把他帶上去看看他的反應 OK 那我們去把小青抓過來 一咻 OK 那我們把小青抓過來之後 我們先把他固定住 因為小青會跑跑 他好像很怕這個千繩耶 你們有看到嗎 嘿嘿嘿 不要跑 他只是條繩子 他只是條繩子 來看他 看著他 他只是條繩子 兄弟 不用害怕 我們先把他頭上原本這個項圈給解掉 OK 那我們把他固定住 我們幫他套一下 他一開始 不習慣可能會害怕 但是 我覺得 我應該 身為他的主人 我應該讓他習慣 我們把他手手套過去他那個項圈裡面 OK OK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幫你穿好了 OK 欸 欸 不好意思我套錯邊了 他那個千繩變在這裡 哈哈 各位看得懂嗎 變成在他腹部那邊 我們把他反過來 好 我套錯邊 我的錯 那你給我一點機會 給我一點機會好不好 好好好 不要咬我的手 欸 各位 我覺得小青帽真的是 欸欸欸 不要 不要咬我的手 你要先試試看 你不要排斥 你不要一直咬 欸 欸 OK 各位 我們幫小青貓穿好了 應該啦 穿起來就像這樣 有沒有 他牽繩就長這樣 哼 我已經徹底駕馭這隻貓咪了 嗯 有沒有 我們現在把他牽住 他就不能亂跑了 那接下來下一步 我們就是要讓他練習 就是 我們牽著他走路 OK 各位 那個皇帝我已經 把他套上去了 可以看到 還蠻適合他的 哼 我媽還說什麼 我很慫 我不會挑 拜託 超適合他 你看這個藍色錢繩 這樣搭配他這樣 超級可愛的 不覺得嗎 OK 那小青 我們的第一步齁 就是牽你散步 好不好 那我等一下各位 各位觀眾 我沒有虐貓 我先澄清齁 不然很多正義魔人 都會說我虐貓 我等一下會先帶著他走 但是 以我對這隻 蠻我的個性的了解 他肯定不想走 他一定會趴著 OK 你看他現在蹲起來了 我們先帶他走 來 走 Let's go Let's go 對 站起來走 很棒喔 走兩步了 走兩步了 很棒 你就不能走個兩步給我面子嗎 糟糕 我們這樣今天這部影片就失敗了 我 我買這個牽繩 那麼可愛 這麼漂亮 走兩步好不好 走兩步 欸 不是我要說齁 你走個兩步是會死 是不是啊 就兩步就好了 你也穿上去了 也套著了 就兩步就好了 你正常起來走兩步是會怎麼樣 唉 唉 我有時候覺得齁 我的用心真的是 不要糟蹋 你知道嗎 那我們如果這樣子拖著他走 各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好歉各位 那我們只能拿出我們的大絕招了 這個是小親毛最愛的零食 我們先拿出他的一個小肉條 我們用吃的來引誘他 讓他走 你先出來 我們有事好商量 唉呀 真是現實 我們先幫他把這個推回去 想吃嗎 想吃是吧 你想吃是吧 想吃 就要上班 上課 好不好 來我們先用牽繩牽著他 我把他的零食先放在鏡頭前面這樣 來 來 走兩步 欸 零食在這 這裡這裡 先給他穩一下 走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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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啊 走兩步 對對對 很棒很棒 好讓你吃兩口 讓你吃兩口 讓你吃兩口 這是第一視角 貓咪吃東西第一視角 好了好了好了 吃兩口了 你不要 他直接把 他直接把我一截咬掉 好壞喔 這裡 零食在這 對對對 很棒很棒很棒 Yeah 再走再走 很棒 你有進步 你有進步 好吃在這 好吃在這 欸對對對 好吃兩口 OK 再走 直接被他咬掉 各位 他直接咬掉一大集在吃了 我現在手中剩下這樣 好喘喔 我已經搞不太清楚 到底是 他在遛我還我在遛他 好 給你吃給你吃 這裡 我放在這裡 那吃完要上課喔 我們打勾勾囉 吃完就該上班囉 OK 那我們上課囉 上課囉 來你吃飽喝煮了 零食也吃了 走囉 你想吃一點飼料是不是 可以啊可以啊 吃 你爬下去是什麼意思 上個課走個兩步 好不好 千神兩百多塊買的 走了走了 對對對 很棒 對對對 對對對 欸 不能進去不能進去 我們現在在上課 走這邊走這邊 這邊這邊 對對對 Leggo Leggo 他是在跟我抵抗嗎 不要 他鑽進去沙發下面了 各位 我不是很難夠理解 我對他不好嗎 我應該對他還不錯吧 他現在在下面 有沒有看到 各位有看到嗎 他在整理他的毛 零食也給他吃 飼料也給他吃 什麼都給他了 還怕他買就是千神 要帶他去散步 結果他現在不走耶 看來我們必須 使用一點強硬的手段了 OK我們直接把他拖出來 小青 我們該上課了 認真上課給觀眾看一下 各位這個千神不會傷害到他 請大家不要緊張 不要進去 我們認真上課走一回 他在跟我抵抗耶 你可不可以 真的會氣死耶 OK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對他應該很好吧 可是他不走就是不走 我已經 束手無策耶 各位 如果要養貓想清楚吧 養貓可能比較不適合訓練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會幫貓咪買很多 就是他的貓跳台 什麼 最後貓咪只喜歡玩指向 對 貓就是 那麼犯賤的生物 貓咪在越 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他就 會越來越急發 就像現在這樣 OK那今天這部影片 沒能讓各位看到我成功 馴服這隻野獸 我比較抱歉 那下次我會好好調教他 他躺這樣看起來是還蠻爽的 蠻舒服的 所以剛剛這樣繞了一大圈 為什麼會搞得太清楚說 是我在遛貓 還是貓在遛我 你看他這樣 他這樣就爽了 好 如果我現在就把那個項圈拿過來 我現在把這項圈拿過來 你看喔 他就走掉了 這就是貓咪 不要花你的錢買東西給他 他根本就不領情 可惡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的收看 可以 我的影片讓你永遠看不膩 兄弟 該上班囉 很多觀眾說 皇帝我很久沒有拍你的影片了 那我後來想想 也是啦 給你過太爽了 各位 小青貓是我從六月開始 任養 也不是任養 我朋友撿到 然後我把他抓回家裡養 你不覺得他超可愛的嗎 而且他毛色超級漂亮 就是還蠻均勻的 他生日是2021年6月9號 這個是我幫他買的小窩啦 很讚吧 雖然送來的時候有點 凹陷下去了 不過他 唉唷幹 靠北勒 他攻擊我的手欸 你看看看 他攻擊我 我在幫他喬房子 他攻擊我 你敢信 呦呦呦 靠北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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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